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講的主題是從政府支援看單側聽損 我是一個單側聽損小孩子的媽媽 我有兩個小孩 那單側聽損為什麼需要政府支援 因為我女兒在出生的時候就已經被篩出是一耳損失90分貝 但現在目前是110分貝 110分貝的狀態其實是完全聽不到幾乎全容了 一耳 但是醫生這樣跟我講 後來他開始學習上有點障礙 我就問了一些就是幼兒園的老師 老師說沒關係他有一耳聽得見 所以沒關係 後來我就大神經的繼續就是放著他這樣長大 結果後面就是我在問到一些是相關社會福利的時候 還有一些特教支援的時候 官員也跟我說你還有一耳聽得見所以沒有關係 但最後我女兒在兩歲的時候他被判定發展遲緩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覺得很驚嚇 我覺得我我的孩子好像出了問題這樣子 那開始出了問題的時候我就想就是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真的一點資源都沒辦法給我嗎 我上網去查去尋了一些法律之後發現特教法 他是說如果你有身心障礙手冊 兩歲的時候政府就會主動介入去幫你做他的早聊 但是單側聽說的小孩沒有 一定要等到他確定發展遲緩才會介入 而且是安排適當座位的介入 那下一個再來就是可以這樣的孩子 其實他最需要的就是聽得清楚 他需要的首要的東西是助聽器 但是單側聽說沒有沒有辦法補助 沒有辦法補助以外你如果要就是無條件的借用 要等到你高中之後政府才會介入必須要等到高中 那再來這個FN系統其實就是他在學校裡面可以 聽得清楚老師跟他的就是學習幫助他的學習 就讓老師講的話好像就是他耳朵裡面講話 因為他是有接收器 就這個東西他也是不能用 不能請 那發展遲還沒發展遲緩前 我們能給孩子的其實就是讓他聽得更清楚 發文討掰再來呢 很多人都會發文討掰 可是我不只做這件事情 我去他們學校當了故事媽媽 就是講了所謂的特教宣導 讓大家小朋友知道什麼教授聽損 助聽是做什麼用的 就是米平一些貼標籤的問題 那我在網路上就是發文寫文章 甚至我到台中市政府去拜託了我們當時的市長 去讓這樣孩子列成個案 可以得到一些相關的資源 可是只有我做真的不夠 我希望就是不管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 都希望你們可以協助 因為我們的需求其實是目前都在倡議階段 所以下一個步驟應該要要求立委就是提案修法 但是我去拜託立委議員他們都不會理我 都沒有人理我的確是沒有人理我 所以我想到的是我運用現在媒體民眾的力量 就讓大家就是來反過頭來讓政府去重視這件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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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谢谢大家